老粉们都知道,我的视频主要是评论中国社会现象和热点新闻的 由于我的身份比较特殊 我是一个曾经在中国生活了15年的马来西亚华人 所以我的评论区里经常会出现一种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评论 怎么个有意思法呢? 我认为这种评论也许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中国独有的 他们会说,你说的是没错 这种评论在一些我为老百姓发声的视频底下尤其多 比如我评论胡乱罚款的现象 批评七斤秦菜罚款6.6万 批评景区修墙和乱收费 再比如我评论河道干挂大理石和十字剑桥18人被判刑等等 这些评论的人明显也是老百姓 对事件本身是感同身受的 对有关方面是不满的 并且他们自己的评论也表明了 他们对我批评的逻辑也是认可的 但他们还是忍不住要对我的视频感到非常不爽 就因为我不是中国人 说到底,这就是中国文化里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在作祟 家丑不可外扬 我本来以为这种观念是粉红和假头粉才会有的 但是不久前我在上海有个邻居 在小区群里说 我不认同那些发视频和写文章批评社会现象的人 国家有很多问题我们知道 但在互联网时代 你写文章发视频说这些事 肯定会被外国人看到啊 家丑不可外扬啊 这个人我之前一直的印象都是一个流过血 在海外工作过 有文化有思想的年轻人 没想到最终还是无法逃出这个成就观念的束缚 各位,隐藏问题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你想隐瞒家丑 就像是家里有垃圾的时候 你选择忽视和掩盖垃圾 结果必然是房子将会变得越来越脏 越来越臭 我们用美国来做一个例子 在他们短短两百多年的历史当中 丑事、糗事、荒唐事太多了 种族歧视、水门事件、总统和实习生等等 哪一件不是他们自己的记者 爆出来让全世界笑话的呀 但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在监督和批评之下越来越强大 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依然没有被超越 大家想一想 那些在公共场合或电视访谈里 敢于自接伤疤 说起自己以前糗事的 往往都是现在已经功成名就的大佬 反而是弱者最害怕别人知道他的弱点和干过的傻事 所以说家丑不可外扬 说到底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所以自信点脸皮厚一点 因为只有当家丑可以被外扬的时候 家长才会更加重视这些问题 才会想办法把垃圾清理出去 才能让你最爱的家变得越来越干净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